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7日 星期四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美中關係持續緊張 俄羅斯戰爭正激烈之時 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 突然第二次訪問俄羅斯 專家認為 這次中俄兩個國防部長的公開活動 都是假動作 都是藉由一個國際場合演國內的戲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報導 中共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 15日出席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 並作大會發言 據稱會議期間 李尚福先後與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舉行會談 以及伊朗、沙特、阿拉伯、哈薩哈、越南等國防務部門 和軍隊領導舉行雙邊會見 李尚福第一次訪問俄 是他擔任防長無奈之後的4月16日 他在那次訪問中 他誓言加強中俄軍事合作 僅僅4個月之後 李尚福再赴莫斯科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 8月16日對大紀元分析說 中共的體制中 國防部長是個擺設 真正的決策在於中央軍委主席 中共和俄羅斯的兩個獨裁者之間的外交 主要是秘密外交 國防部長公開的活動 實際上都是假動作 李尚福在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上說 中俄的軍事領域合作不針對第三國 俄防長邵伊古則說 中俄之間雙邊關係的發展 在各個方面都超越了戰略關係的水平 也不僅僅是盟友關係 王軍濤表示 俄烏戰爭中俄羅斯打得不好 中共開始要跟俄羅斯拉開距離 向烏克蘭示好 近期一些智庫的專家對俄羅斯批評多了 而俄羅斯則希望將中共和俄羅斯綁在一起 所以經常放一些話 說兩個關係良好 反觀中共 包括習近平的正式講話 還是很謹慎的 李尚福8月15日 在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上發言中 特別提及台灣問題 不點名的指他國在台灣問題上玩火 以台制話 王軍濤說 李尚福借機把台灣問題講了一講 其實是想說 如果俄羅斯要將我綁在一起 我就拿台灣問題來講話了 他解釋說 過去俄羅斯在台灣問題一直是要走中立路線 在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後 俄羅斯才開始說支持中共 最早是普京在俄羅斯戰爭爆發前 到中國參加東奧會 在和習近平的聯合聲明中提到台灣問題立場 即使這樣 兩個獨裁者在一起 我認為他們勾心鬥角的成份 會大於他們合作的成份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和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認為 肖伊古說中俄關係超越戰略關係 基本上也是告訴俄方內部的人 因為現在俄羅斯內部問題也很多 這次兩個國防部長 都是借由一個國際場合演國內的戲 他們表面上是想演握手的戲碼 但是各自都在做對內的宣傳 夏威夷毛伊島山火將一座城鎮化為灰盡 州長格林16號說 尼爛人數今日已經破百 累計共106人 而拜登說他正在安排 視察災區 有最新資料顯示 以此不幸火災 可能是電線走火養成的 請提報答 毛伊島的山火已經造成上百人死亡 但還有一千三百人失蹤 目前搜救隊已經搜尋完超過四分之一的災區 採集的41名有親屬失蹤者的DNA樣本 目前僅辨識出4名罹難者身份 一個移動司檢團隊也抵達了災區 協助夏威夷官員便認為體 州長格林警告 最終的遇難人數會更多 夏威夷人要做好心理準備 可能會是目前的兩到三倍 大火發生之後 拜登受到各方批評 認為聯邦政府救災反應遲鈍 措施不力 拜登在15日表示 他將儘快前往衛問 他承諾聯邦政府將為夏威夷州 提供一切所需的幫助 目前 外界對這場大火的起火原因還說紛紜 雖然當局還沒有調查清楚起火原因 不過外界認為是電力公司沒有事先斷電 導致電線、電線桿被強方吹斷 引發火苗、向外蔓延 有居民也拍到電線桿被強方吹斷 爆出火花 後續燃燒成熊熊大火的畫面 並成為關鍵證據 美聯社報導 無意島居民特魯在8日破曉時份 被震震狂風驚醒 他外出查看 看見對面街的一條木製電線桿 認性斷裂、發出火光 電線桿跌在地上的乾草堆時 瞬間研點起整排的火焰 特魯隨即打911通報 並開始在臉書上直播火勢 特魯的鄰居阿爾科·納多 也在旁邊同時直播 他的影片顯示 火焰一路燒向小鎮中心 現在外界傳測 電線桿跌下來 可能是引發火災的原因 夏威夷電力公司 也被批評收到強方警報後 仍未斷電 甚至在幾十支電線桿 陸續倒塌後仍持續供電 目前律師已經對夏威夷電力公司 提出集體訴訟 北約參謀長賢深8月15日表示 如果烏克蘭將部分主權領土割讓給俄羅斯 該國可能加快成為北約成員國的步伐 這個說法遭到幾乎當局的強烈反對 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 在X平台發布回應說 烏克蘭使用領土 叛取北約保護傘的說法太荒謬了 他表示 這是故意讓民主消失 鼓勵國際犯罪 維護俄國政權 破壞國際法 並將戰爭債留給子孫的做法 烏克蘭決不接受 如果俄國獨裁者不遭受慘敗 戰犯不被懲罰 這樣戰爭會讓俄國的胃口變大 戰爭還會捲土重來 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尼阿蘭科也表示 參謀長談論的這個主張不可接受 幾乎一貫認為 北約集團與烏克蘭一樣 都不會希望各樣領土交換 如果北約官員參與 塑造烏克蘭可以各樣領土的形象 這樣會正中俄國下懷 討論如何加速烏克蘭獲勝 並加入北約的議程 符合歐洲大西洋地區安全的利益 而言森本人強調說 他同意烏克蘭應該獨自決定談判的條件 並且認為俄國正面臨巨大的軍事困難 他們想要奪取新領土似乎是不現實的 他關於加速烏克蘭加入北約的主張 只是一個意見也是可能的解決方案 並不是說事情應該這樣發生 在烏克蘭前線戰場方面 直至16日烏克蘭軍隊全面佔據了 敦列茨克東部的戰略要地烏羅澤恩村 掃清俄軍在該地區的影響 俄軍發布的報告表明 烏軍已經向習波羅爾州西部地區 增派了反攻的女團部隊 烏克蘭上教切爾尼克表示 在烏克蘭南部幾乎面對三道防線 其中包括第一道綿延幾公里闊的雷區 第二條防線的砲兵、裝備和人員集中地 第三條後方陣地自在保護資源 赤燕尼克指出 目前烏克蘭正在使用塑雷設備清理雷區 同時使用反砲擊措施 防止砲兵對清除工作造成的壓力 另一方面 俄國15日對烏克蘭西部和北約接壤的地區 發動了近18個月前入侵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 同日俄軍在盧金斯克的導彈襲擊 擊中瑞典滾珠續成製造商的工廠 導致三名工人遇難 相關做法導致莫斯科和北約之間的緊張氛圍增加 我們來看下兩岸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有消息傳出 中共新疆建設兵團副司令員焦小平 因為違抗習近平的指令被捕 同時中共副總理丁雪祥參加活動 並傳達習近平的重要指示 向全黨發出重要信號 而在中國陷入這麼惡劣的情況下 習家軍也開始消極放棄 請聽報導 據《大紀元》報導 8月16日中共最高檢官網發布消息說 經最高檢指定管轄 重慶市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 對焦小平作出逮捕決定 而20日前 焦小平已經被傷虛 並被立案審查調查 傷虛的理由是說 焦小平干擾碳排放突風和碳中和戰略目標的實施 妄顧中央對秦嶺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要求 執行中央決策部署走刑變調 家劇政府的隱性債務風險 而實現碳達風和碳中和 正是習近平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陝西秦嶺數有龍脈之稱 多年前出現大量違建別墅 習近平對此先後六次作出重要批示 當地才大規模動起來 換句話說 也就是焦小平違抗了習近平的指令 與此同時 8月15日新華社在最突出的位置刊登頭條報道 8月15日 全國生態日活動在浙江湖州市舉行 中共副總理丁薛祥參加開幕儀聲 還傳達習近平重要指示 指示說 是重大政治問題 要保持戰略定力 有觀點認為 北戴河會議一結束 丁薛祥立刻出場 還為習核心代言 是正在暗示習近平核心地位無變 仍然能夠保持戰略定力 並且對黨內發出警告 不要與習近平不對付 也即不要違反習近平的指示 另外 8月15日 中共機關刊物求是雜誌官網 也刊出習近平的一篇重要文章 文章中 習近平對美國等西方國家 也做出他上任以來最嚴厲的批判 和批西方國家的現代化 充滿戰爭、販賣奴隸、殖民、掠奪等罪惡 被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苦難 《求是》雜誌報導說 這篇文章是習近平針對中共委員、候補委員 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的演講 涵蓋了中共所有的省級以上重要幹部 有觀點認為 這似乎透露了習近平正在向全黨宣布挑戰西方的特殊信號 不過 習近平對西方國家的指控還未得到回應 而中國式的現代化顯然是遭遇了困難 《紐約時報》報導 中國房地產巨頭恆大地產 碧桂園紛紛傳出爆布之後 青年的失業率又創下新高 中國事實上已經陷入了經濟崩潰的困境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稱 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 7月份是多少 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暫不公佈 這個決定在網上引發激烈反應 在新浪微博上 僅僅幾個小時 就引來1億4千萬次圍觀 有網友說 你們認為塞住嘴蒙上眼 問題就迎刃而解嗎? 還有網民說 情況太嚴重 官方說不清就不說 當局也開始消極放棄了 報導說 當局不公佈城市青年失業率數字 就是暗示了 中國經濟不是當局宣傳的向好 而是向壞 甚至越來越壞 投資、消費和出入口三輛馬車幾乎全部熄火 而就在如此惡劣的情勢之下 當局還發起全民族特務 最近看到推特上 全民族間諜的標語 已經走入了農村學校和工作場所 8月16日一段影片爆紅了 影片中一名男子表示 電影裡的間諜是007 現實中的間諜都是能接觸到核心機密的人 為什麼現在要在民間反間諜? 該男子說 間諜真偷情報 也是對高官大佬落手 再沒用也要是一個熟悉這個行業的人 普通的平民百姓有什麼利用價值呢? 商場戰爭都沒有資格參加 更不要提間諜戰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 如果要在中國安插間諜 是策反一個官員好 還是找10個老百姓有效呢? 該男子表示 要重點查那些子女在國外 在美國買屋的人 而普通老百姓 連十八線的外圍機密都不知道 反倒是個個都在大數據零私隱下拿跑 能夠洩什麼物啊? 他說 我今天還看到一個推文 誰說中國無癲 我和誰急呢? 宣傳抓特務間諜 已經進入小學和幼兒院了 我國內的朋友說 經過學習反間諜法之後 回家見到老婆都好像間諜 網友回覆說 民間抓間諜 其實就是抓反賊嘛 要將有思想或者看到真相的人的嘴塞著 轉移視線防止最終顏色革命 還有網友說 建議幼兒院小學生開始互相舉報 家長一怕可以徹底降低生育率 中共當局掀起醫藥反腐運動之後 近期多地設立所謂廉政帳戶 鼓勵甚至直接要求繳款人用實名傳入非法所得 有些醫院手術量大減 可做可不做的手術就一律不做 種種跡象預告 捉完醫生捉校長 澎湃新聞報導 15日安徽池州市衛健委發布公告說 設立廉政專用帳戶 要求所屬單位工作人員 以權尋租的非法所得 社會組織工作人員利用工作便利 謀取的非法利益 以及違規收受的現金、禮金和實物的資格款 在8月底前上繳廉政帳戶並備註 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上繳款 鼓勵用實名傳入 按廢醫科大學附屬茶湖醫院 就要求醫院職工本人及配偶、子女、其他親屬 違反規定收送的醫藥領域禮金 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等 在25日前實名將等值款項 傳入廉政帳戶 內蒙古烏蘭冊報紙市衛健委 也將市衛健委及直屬醫療衛生單位 舉報電話、舉報油箱和清退專用的 10個廉政帳戶一併公布 江西早在7日就已經發布相關消息 網友透露截至16日 上海各所醫院員工上繳款項 中山醫院以120億人民幣領跑 瑞金醫院以107億屈居第二 人際醫院以98億位列第三 陸院和華山醫院都以超過90億 退環排在第四和第五 有人說估計打劫銀行都沒有那麼多 和熟悉上海醫療系統安裝事的大哥談了兩句 大哥說現在只是一個零頭 畢竟空降兵還未出來 對此大陸網友紛紛留言說 從老百姓這裡拿的 為什麼不退給老百姓? 如果廉政帳戶有語音收款提醒功能 那一定是24小時叮噹叮噹響過不停 這些錢是民知民高 案廢前檢察官沈良慶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中共黨權壟斷造成的制度性腐敗 不是靠守著糞坑打烏鷹的運動式治理能夠解決的 目的就是讓貪官和各行各業記得利益群體把錢交出來 就是變相分贓的利益再分配 時平洋國保性認為 實名交了錢等於你的罪證也被掌握 中共今天不捉 明天後日仍然可能會捉 現在只是第一步 先叫你限期主動坦白 如果過了這個期限 他就開始正式拘捕 到那個時候就是直接搶你的錢 中共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對大紀元表示 平時中共不理你 甚至是巴不得你有腐敗 一旦它需要對你進行痛下殺手的時候 就會掀起一種暴風罩雨式的反腐運動 可以取得經濟上的黑黑黑的收入 據中國時代週報報道 一名醫藥業務代表表示 現在情況非常緊張 不敢聯繫醫院及醫生 而對方更加刪除了他的微信 導致公司代表只能原地休假 華南某省會城市三甲醫院醫生指出 醫院的骨科、眼科手術量大幅下降 醫生賺的都沒有被罰的那麼多 如今各醫院都有調查組進駐、審計帳目、巡查院內 一些醫生輪番休假、按時下班 這個在之前十分罕見 武漢居民李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說 醫藥反腐指針對醫院人員及醫藥代表 未足及國家衛健委管理層 衛健委去主導醫藥反腐 實屬大富對小富 讓他們退款沒有說坐牢 說明政府沒有錢了 這樣衛健委為什麼不退錢? 他們貪的應該更多 是這方面的備組 有網友發布影片並算了一筆帳 2萬一日的ICU 老人一住就是4年2萬乘365乘4 等於2,920萬 去年乘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出 9,273億元 參保人數是9億8,349萬 人均支出942元 繳納醫保為高幹子弟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 有人建議 真正醫療改革是取消幹部病房 和醫療等級對待制度 還有人說 如果你把統喉嚨那個 和賣蓮花清溫那個抓了 我就信醫藥反腐 16日網傳一張圖片 上面黑言寫著人民日報怒批 醫療、教育、石油、煙草電力 銀行是全國腐敗的重災區 今次重拳出擊、從醫療入手 逐一深入各系統抽屍剝繭 不放過一條蛀蟲等等 有人說這是打土豪不分田地 網傳影片預告說 抓完醫院院長之後 錢要錢還未夠解決地方困難 那就一定會抓校長 新聞說176位書記院長被查被捕後痛哭流涕 哭著懶悔 全國知名高中的校長 要做好被捕的準備 做好在電視上痛哭流涕懶悔的準備 那些一年收過二、三十萬的班主任 你們覺得校長過了一輪篩子 套了一些銀紙之後 校長不會將你們這些班主任供出來嗎 只要國家放手發動 人民群眾孩子已經畢業了 有怨氣的家長會補充你們這些眼鏡蛇落手 此外風向還轉向了退休幹部 有文章說 大陸有12萬退休幹部海外養老生活 對國家安全嗎?這樣合理嗎?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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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